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的招牌 鐵門 甚至玻璃都被吹碎 那北邊看到最嚴重應該就是基隆瑞芳那邊 那個土石流都產生了 暴雨 就希望大家先把家裡都顧好 那個投資日長長久久的事情 那今天標題當然最重要 天佑台灣 台股當自強 那我們休息了那兩天台風價 有好有壞 修台風價讓家權指數能夠守住重要的關卡價 22000點沒有被跌破 不然你看一下在禮拜二當晚 那以色列跟伊朗的衝突升溫 伊朗射飛彈 射導彈過去 以色列還擊 然後以色列再去炸黎巴嫩 這淵淵相報何時了 這個中東真是火藥庫 炸來炸去炸到了台北股市大跌 美國不是大跌 但是休了兩天 台積電禮拜二晚上開梯走高 禮拜三強勢整理小漲 禮拜四大漲 控盤強不強 所以這盤是被控制住的 所以自然盤是被有效控制住 那我們就是好好做佈局 就過去這幾年的10月份 都是大家最痛苦最辛苦的時候 股票買的都不太會漲 會漲的都是你不敢買的 就少數幾家在公司在漲 然後很快就一個族群輪動 一個族群輪動的族群 但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就是這兩三年的一個 控盤的慣性 但盤不會控到失控 那我早上也跟大家講 10月份基本上打底完成 10月份等美國總統大選完之後 不管誰選上 震盪完之後就是準備要噴了 這個行情會很大 你看一下中國股市 講一句話 降息降準搞經濟 中國股市暴漲啊 我看到了中國股市裡面 有很多在台北股市的ETF 都是呈現這一波段漲幅啊 太恐怖了 上個禮拜才宣布 然後入股的ETF 正二的漲兩成 今天一天漲兩成 這禮拜中國大陸禮拜二 就禮拜一上一天班 禮拜二就修飾了 結果禮拜五他們還在修飾 中國在11強架 結果居然ETF可以再漲兩成 都漲兩成以上 這就是風果浪的資金 那台北股市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基本面非常好喔 都沒有漲喔 所以10月份你好好地去把握啦 我覺得10月份整個佈局 你到12月你就會開始來謝風老師 有很多股票不用等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我之前跟大家講像IE設計的系統 明年的這個時候啊 你可能已經因為系統 賺很多很多錢喔 但12月份到12月份 我認為你就會看到系統創性高了啦 好不好 好來 首先來歡迎大家 掃描QRQ小小鼠FSB688 加入風老師的Lilet 然後總基因盤式標股在裡面 那當然有任何的快訊 有任何的研報我們有時候也會放在上面喔 那其中裡面很多投資朋友可以問問題喔 大家都問問題 每次禮拜二禮拜四都問不完對不對 那上面你可以直接上面問 那不定時會有粉絲的一個限定福利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在股市裡面賺到更多的錢 那這個是今天最重要的新聞嘛 以色列跟伊朗這個衝突升溫 其實伊朗也很妙 黎巴嫩 以色列離伊朗其實很遠喔 那以色列打不到伊朗就打誰 打黎巴嫩就一直打 那伊朗就挺黎巴嫩 那這有點像怎麼說 西東西百郎刀啦 但是呢 這個衝突升溫之後呢 推高了油價 油啊一路往上噴對不對 油上來會有什麼問題 油上來就會有通膨的問題 有通膨就不會降息 不會降息 科技股就會回檔修正 所以這兩天誰跌最多 美國的科技股跌最多 特斯拉大跌 當然它的一個交車速度比預期的少 然後蘋果也下跌 那這兩個一跌下來 市場就開始就開始慌了嘛 那廢半其實相對強 台積電很強 輝達也很強 輝達說我現在的產品熱賣 但大家知道這個 去年已經用過一次了嘛 去年的8月下旬 8月20幾號公佈完它的 財報之後整個回答 美超為整個AI股 基本上都是橫盤往下跌嘛 在足底嘛 足了四個月的底才往上走 今年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AI股我們租到8月26 接下來就往別地方走 有你在有的就是只能它是 有除了AI之外 還有其他可以營收成長的公司 消息電子是最好 結果走出來遊戲股 原項大漲 陳吉我們之前黑悟空帶了大家操作 然後你就看到了車用電子開始漲 宜利電今天還在漲 那當然有股票也在拉回 不過沒有關係 拉回就找機會找買點 因為營收在後面有支持嘛 我等一下一一跟大家報告 來推高油價 這會有很多的一個變數 等一下一一就產業裡面跟大家提醒 那美國九月小飛農就叫ADP啦 小飛農的這個就業啊 是優於預期 優於預期啊 你現在已經降息了 優於預期那你要不要快速降 不會 我覺得未來只要市場是確定的 你就是11月降易碼 12月降易碼 你就照這個數據就好了 你就不要變 因為報偉自己講話 不要大力的降息 不用快速的降息 那只要經濟數據好 美國不賽是沒問題的 那大家擔憂的這個美東貨櫃碼頭 這個事情就很搞笑了 這個很搞笑的 那本來啊如果不放不放颱風價 大家一想不放颱風價 禮拜二晚上的以阿 那個中東的衝突 那油大漲船大漲 那個黃金大漲 科技股大跌 那禮拜三你覺得什麼股票會漲最多 軍工股會反彈嘛 貨櫃航運會大漲嘛 結果休兩天假 今天早上一早一早一早 那個碼頭工人 美國碼頭工人說 我們答應接受加薪62% 其實在昨天晚上 鳳老師看了整個晚上的這個財經節目 多多多在講航運 都在講貨櫃 有講賞專輪 有在講那個貨櫃輪 但我們其實都知道 貨櫃輪 它前幾年因為額戶戰爭的關係 所以大量的造星船 所以運力一定是功過於求嘛 然後美國那時候是因為 美國跟歐洲那時候是因為 中國它民生基礎工業最好 最高最便宜 然後它的疫情控制相對得當 所以它有很多的產出可以送到歐洲 送到美國去 他們也需要 因為美國人都不敢工作 我們不出來嘛 歐洲人也是都躲起來啊 買東西就只能買這個中國的 所以那時候貨櫃非常非常好 那是30年一遇啊 那之後這個美國跟歐洲 開始發展自己的民生工業 不行啊 這樣都靠外國 都靠中國不行啊 就開始自己發展自己 然後呢 美國跟中國又開始貿易戰 科技戰一直打仗啊 不是真的飛彈來飛彈去 那經濟戰 科技戰 封鎖你 加你關稅 那貨櫃當然就開始當了啊 那你想想看 每年的貨櫃都是什麼 二三季最好啊 那你第四季還會不會好 第四季都是淡季啊 第四季都是相對淡季啊 那你股價已經衝高了 當然就不要去追了 所以一個颱風價 大盤整個好 很多股票其實找盤還是相對穩 那最慘的就是貨櫃航運 所以有些你看起來是好消息 它實際上不見得 這個時候是 下個時候又不是 這就是股市 但唯一不變的是 你買股票只要買在它 長期股價相對位階低 那你就會贏 這樣子心裡會比較踏實 好來回過頭來看道瓊 道瓊這個就是盤整 這是超強勢的盤整 這沒話說啦 超強勢的盤整 繼續盤 繼續盤 沒什麼大問題 納斯達克啊 這邊下來 這是美超圍的事件 美超圍的事件下來之後 然後在這邊做 也是相對強 畢竟要選舉 廢半啊 黏著季線 黏著 來也沒什麼事 加權指數現在是連的季線 連的季線 相對來講算很穩了啦 廢半怎麼走 加權怎麼走 加權指數順便要往上攻 這個攻擊不大 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來到2萬3千點 來到季線這附近 你就不要去攻這三天啦 你不要攻這三天的指數 其實大家不會怎麼樣 不會有多人套在山頂上 真的你不要攻這三天 在那邊做整理就好 但是 就整個技術面來看 請看這裡有個撒三角形 來 1 2 3 4 5 6 7 7天之後往下扣 7天 8 9 10 來 現在已經是4號了 5 6是6日 然後下禮拜 只有4個假日 因為有10月10號 禮拜4嘛 我們國慶日 然後接下來再下個禮拜 台子期會要做結算 台子期會要做結算 結算完之後 基本上 那個就是最 那如果再有低點 都是最後的低點 因為時間波就滿足了嘛 你看 來 1 2 3 4 4天下禮拜 1 2 3 4 5 5天來到這裡了 5天來到這裡了 也就是9個交易日之後 季線扣體從這裡往下 我只要守在這個季線上面之後 你接下來季線就會往下穿 你這裡季線就會往上走 這叫扣底啊 季線往下 這個扣底值從這裡往下 這個季線就有機會往上 季線只要一翻樣向上來 跌破季線會整理2到3個月 每次跟大家講過嘛 這裡跌破季線了 整理多久 一個月 兩個月 那再半個月是不是就整理完了 那只要這邊強勢整理完之後 美國要選舉美國不會崩 台股就會達上去 那台積電很好控啊 禮拜二晚上我看到夜盤 台子期貨一度大跌快500點 結果今天早上台子期貨還翻紅 還一度上漲100點 這就是台股 被控制住的指數 差別之外 你能不能買到好股票 標股不見得你家喻得住啦 標股不見得你家喻得住 但是會長股票就好 來貴買指數還是強勢 在基線之上 基線扣底 來這邊來算 1 2 3 4 5 6 7 8 9 9天之後到這裡 這裡有離很遠嗎 9天之後到這裡 從這裡就開始往下走 所以說台子期貨結算完之後 這個 所有股票 可能就要提前先往上攻了 只不過來到11月之後 它會強勢整理不會大漲 它就會強勢整理不會大漲 因為它要等到美國選舉完之後 反應2到3天 禮拜二美國選舉 我會比較傾向於 大家好好先在這一段時間到台子期貨結算前去做布局 然後緊接著當財報公佈之後 有的公佈月報 有的公佈月報 當月報公佈之後 你就可以陸續續逢高去做獲利調節 然後你再去準備 11月份第一週 基本上 我認為11月第一週應該是相對保守 然後等到美國選舉完之後 確認它震盪完之後 再來動 因為反正 唐琴不會只有差那3天嘛 對不對 禮拜二選舉嘛 還有345 結果嘛 到時候我會再跟大家來做報告 來贏家觀點喔 細光子還是最強 聯亞今天在創新高 勇德可惜啊 早上開高就回落 創威跟印太這是低價股在補漲 資金其實都在找機會 運動鞋今天擺而輕易繼續漲停 這個大家買不到啦 來意KY之前跟大家在講 已經大漲了 這邊是強勢整理 隱藏版的營收黑買的一個運動鞋股 這邊還是相對強 早上有創有短高 但是還沒有怎麼樣 收盤還是維持在平凡附近 還沒有數字出來嘛 對不對 等數字出來 好不好 車鏈股拉回都早買一點喔 不要因為特斯拉拉回 你就擔心 特斯拉拉回是因為 早就知道交車會慢啊 再加上美工罷 這個馬同罷工嘛 他這交車一定會少的 這市場預期嘛 沒有關係 他重點是在於接下來的 Robertax跟他的自動駕駛 定影 以勝KY 以勝KY還有誰 還有鴻海集團嗎 還有AI 那還有 還有這個低軌道衛星 其他題材最多啦 最強 那這個是拉回來找買點 反正投信買的比你多 你不用擔心 雷迪克 上禮拜 才有投資朋友在問嘛 我說這拉回到這個位置 應該就要轉強了 海華也跟大家講 這個是無線模組 也是車用很大的一個 次長動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 節能 節能神奇小高麗 這個是 我認為他未來有可能 可能會被市場定義成 叫小高麗 小高麗 來 台積電糾辦 推進細光子繼續攻啊 我們9月13號 跟大家蓋牌叫聯亞 當時用月線跟大家講 這個底部完成 可能會有走一大段 儘管數字都沒有出來 儘管營收沒有看到 儘管獲利沒有讓大家看到 但股價確實從 從我們跟大家講蓋牌210塊 一路走到今天248 這就再走一段 這裡一段 這裡再一段 這就是股票 不用想太多 跟著做就好 今天最高259 259 再來273 這個一路大概289 我記得應該今天最高是348了 348 這一段就60幾%了 60幾% 60幾% 做到這樣的股票是很開心啊 對不對 但會不會還有下一檔 永遠都會有 不要擔心 創威也來了 這連續兩根的漲金 這個是衝高之後爆量 休息整領之後再轉強 兩根爆量 這個就是資金買單嘛 光通訊 印太 上禮拜 這禮拜一轉強之後 今天又繼續再攻 爆量了 再來一根 這個都不要追了 我必須老實講 創威跟 跟印太 基本上 細光子佔分的比重 極其的少 極其少 創威會多一點 但今年有沒有營收 不會有 明年會不會有 也不會有 我認為有基本面的叫做永德 當然它不是完全是細光子的風 它主要是光通訊相關的題材 不管是高速傳輸的連接器 還是AI伺服器的連接器 還是它的一個光纖的一個通訊的連接器 重點它有EPS數字 這邊的美比相對便宜 請大家注意它的操作 這邊我說過 這邊是一個頭部區 它高檔爆量會繞回休息 高檔爆量它會繞回休息 爆量之後它會休息 爆量之後再休息一段 那你休息就在這邊準備再買回來 因為這次會不會再回來季線這裡 以目前來看沒有機會回來這裡 也沒有機會回來這裡 因為季報也公佈了嘛 季報也公佈 但是也跟大家報告過了嘛 好那來到這裡就是強勢震盪整理 一個兩個三個 三個頭部區的一個支撐區 突破壓回來 這是一個小頭而已啦 這裡整理完之後還是會再創新高 我不會只講漲的股票 跌了股票拉回股票也要告訴你 這才是佈局的好時間 來 汽車的第四季本來就忘記嘛 這已經跟大家提過 這種爆量拉回就是找買點 你有沒有發現封老師講的東西都一樣啦 爆量拉回找買點就分批買 這個量大飛高點未來一定會過嘛 營收持續再增加嘛 中國大陸的汽車現在又消費要變好 那你覺得它會不好嗎 那這一波的拉回來不過就是技術面的休息整理 你往下找買點囉 往下找買點啊 如果它可以來到這裡那當然最好啊 那如果不會咧 明天如果跳功開個 下禮拜如果跳功開個小高 又出現拇指運線那不是又要走了 那就是分批買嘛 定五還是相對的看好啦 那以勝KY 這個是我比我會更看好是因為 下禮拜它有母集團的奧元嘛 鴻海科技日10月8號開始 鴻海集團它是車用比重最高的 再來就是AI伺服器 透過鴻海集團拿到AI伺服器的訂單 機殼跟機櫃 然後呢低軌道衛星 車用特斯拉的一個部分 都是跟著特斯拉走 低軌道衛星特斯拉Specs X 特斯拉本身 那它的車有沒有供給鴻海集團 當然也要有啊 對不對 鴻華先進要不要用它的東西 照理講是應該要嘛 集團的東西嘛 然後它能源的新業務裡面 還有新的東西嘛 充電裝跟足能跟逆變器 這些題材都有 更何況未來特斯拉 它的一個機器 人型機器人如果開始放量 誰會先介入 當然是以勝啊 我一直提以勝的關係 原因是因為 以勝是最早到墨西哥蓋廠 最少可以 從墨西哥直接供貨給 美國本土的車用供應鏈 而且它也是跟特斯拉成長最久 那營收的部分 11月份又是什麼 雙成長 所以股價在這個位置 相對來講 是相對季線 一根長紅之後季線過去 之後在這邊做盤整 我說10月份 你就算怎麼整理 最後你會創新高 其實我在節錢啊 也不是說節錢 台風價錢啊 禮拜二啊 有到銀行辦了一些事情 因為風老師也是考慮啊 這個 這個 銀行啊 其實還是有他們很多的一個在 貸款方面的一個 這個業務嘛 我也去了解一下 順便去保自己身邊 手邊的房貸整理一下 做一些緩緩的動作 那我就在看 這個 資金是不是應該能夠有效應用 因為風老師不太能投資嘛 對我不太能投資 我如果買跟你們一樣的股票 你覺得我是不是一定贏錢 我就問大家這個 最簡單的問題就好了 假設我今天推薦一檔股票 我自己先買 然後再叫你們買 然後你們買我就可以賺差價 我是不是每次都會賺錢 那風老師會幹這種事情嗎 我當然不會幹這個事情嘛 所以我基本上 我在我當分析師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都只會帶著大家去做操作 那我就想那既然這樣子 那我把我手邊稍微多餘的一點資金 就開始做貸款的一個 的一個還 的一個還貸款的動作 那我還了個貸款 我就在想 其實這個資金能夠有效的運用 那後來就是在想 那我真的很希望說 幫我們的投資朋友 在你面臨到這麼多生活困難壓力的時候 我怎麼樣幫你們賺到錢 這是我去銀行之後我想到的東西 因為本來一個貸款的一個房貸 風老師發現 原來才漲1%多的這個利率 因為本來風老師的房貸利率 大概是1.5左右 1.3 1.5 那經過這個加息之後 來到2.5左右吧 我突然發現 我自己的那個貸款的一個利息 一個月就多1萬多塊 一個貸款 一個月多1萬多塊 因為它從1.5變成2.5 才多1%而已 那我們簡單這樣想嘛 1500萬的一個%是多少 這15萬對不對 一個%15萬嘛 20年貸款是不是就是 300萬利息 銀行這種房貸的利息都是怎麼設 那個 假設你貸1500萬 20年 你就是要繳300萬利息 對不對 多1%你就多繳300萬利息喔 對不對 那它就是 前面一定就是很高很高先讓你攤體嘛 前面先攤體比較多 後面就攤體比較少 先攤利息再說 對不對 那如果風老師遇到這樣 那大多數人只要有貸款都遇到這個嘛 都遇到這樣的問題啊 那怎麼樣在股票市場裡面找到錢 那就是你要先怎麼樣 先把你的錢放在有效未來會成長的股票裡面 而不是每天繼續怎麼樣 去期待我今天買的股票明天會漲停板 不要做那不可思議的事情喔 是把你有把握的東西 把錢擺到那邊去 看怎麼樣讓你的一個資產獲利 可以快速的一個回升 這個是這個放假的錢 風老師去銀行幹的一件事情 想到的東西 我就是想著怎麼幫投資朋友做布局啦 幫你們做布局 你看看這個 這個不是一根長紅突破所有的壓力 WD完成你就在這邊等買點嘛 爆量飛高點 到最後是要往上面再去衝高嘛 萬計來了這種股票其實 上漲都是出量的 休息整理基本上都是沒有量的 來大漲帶量 創高帶量 休息整理都沒有量 你記得這個操作邏輯喔 來我們再跟大家講 上禮拜開始跟大家講海華 這個也是題材很多 這個是華碩集團的 華碩集團的大股東 他第一大股東是核碩 第二大股東是岩華 通訊模組是 這個AI在運用 AI在運用 NVIDIA的部分 那不管是Wi-Fi期 滲透率拉升 又或者是 NVIDIA的無線通訊模組 重點是他還切入到AI影像模組 這個就是機器人啦 機器視覺 然後呢他的攝影機模組 跟PLC模組 也切入電動車的相關應用 那當然全球的 這個通訊的建設在持續嘛 然後他也有做充電裝的代工 這題材也是很多啦 這邊題材也非常多喔 重點是價格便宜啊 剛剛過機線來 這是不是一個WD 這是不是一個WD完成 那機線扣體在這裡啊 沒有幾天喔 1 2 3 4 5 5天之後要下來 你在這裡都是布局區啊 這個前班的大量區在這裡 我過這個大量區 我來這個大量區 就有兩層了耶 我從這裡到這裡 就有兩層以上的空間了 更何況第四季開始就會變好 車用 NVDR 機器人 充電裝 那絕對價格便宜啊 重點是 中國大陸 有兩間無線模組的公司 被美國 視作是黑名單 所以未來他們不能向他採購 訂單要轉向啊 市場上現在點名就是海華 白人圈現在開始在傳 有可能就是海華 但還沒有確定啦 他自己也沒有公告嘛 但請看這個 這是不是我要現在跟你們講的 這是不是一個WD完成 這裡是景線嘛 對 這是景線嘛 等到未來 等他一根長蟲突破這裡之後 下面先遇到這裡 但這裡已經沒有影響了 機線扣體要往下了 我認為在這個附近 都是你的好布局點 WD 突然一根長蟲過季線之後 整理完之後會再攻 一樣的 來 雷迪克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之前跟大家提過 也是車用 這是不是一個WD 出量上去之後 因為機線扣體還在向下 機線扣體還在這裡 所以我說他會拉回來 機線這邊整理 今天又轉強 123456789 他也不用多少天 也要下來 你認為這裡要不要去過前高 這裡到前高 快四成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要放棄的啦 這個都是可以好布局的地方 這個是我覺得車用 接下來應該會 苦了兩三年的啦 都會好 像中國大陸股市苦了這麼多年 苦了這麼多年 那這一次噴的速度也真的非常快 那你如果沒有去做 你如果沒有在起漲的第一天第二天買 這邊你就不用過去去追高啦 因為今天人家在休市都漲20% 你等到人家開盤 他一天也是漲10%而已 那你再去追 會不會到時候你又 等到人家正式開盤 你的這個ETF又拉回 還是要小心啦好不好 布局才會容易贏 那休閒運動休閒這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來意 最近最強的叫百合心業嘛 這股價360這個270 我們這次掛牌TG就跟大家再提了啦 250多塊 250多塊到300塊之間 那這一波期有到400多 現在正在300多附近整理 那這個已經不適合大家做投資了啦 這個是低檔有買的人抱著 在這邊 在這邊它的爆發力沒有那麼強 那百合心業就是我們講的嘛 上禮拜五收完牌之後 有一個法人出報告就蹦蹦蹦一路上 這個基本上你買不到啦 其實你看到這種東西就是 就像之前的六方科技一樣 特定人所馬 你都買不到 等你買到 可能就是短線又高點 這不用看 我喜歡買在基線附近的嘛 那這題材我也都跟你講過了喔 我就不多說了齁 來10月1號一根長紅上來 其實你聽我在這邊已經講了幾天了 你在這裡都是布局區啦 我覺得只有這樣你才賺得到錢 才是真的真的你賺得到錢 今天其實大盤這樣子震盪 讓他早上去還創一個高 但我跟各位講這都只是剛開始而已啊 人家這裡休息這麼久 這個大量區要不要來啦 今年EPS上半年就4塊了 又有病公司營收也要回來了 然後還在賣土地 還有20億以上的潛在獲利 今年可能賺一個股本喔 今年賺一個股本的公司 股價現在50塊不到 你覺得會不會很便宜 像這種就安全嘛 因為他真的有在做事 病的公司帶來營收 處分土地帶來獲利 轉投資的子公司股價標7倍 那這個就是好公司嘛 來工業電價拍板漲價 但是呢大家記得我之前跟大家講電力公司 我說紅的能源是主角啊 雲豹能源是主角啊 但是我最看好叫北基啊 結果你看一下這次颱風 把太陽電板吹得708弱的 結果今天啊 漲價電價沒有錯啊 我們在電價之前 我們已經開始處分 相關電力公司的股票嘛 對不對 紅的能源掛牌之後一路跌 今年還大跌 雲豹能源 紅的能源掛牌之後 他已經開始跌 今年還在跌 可是北基今天還是漲 但我也說了 北基我們之前跟大家提的時候已經是 加儲全息 現在股價都已經70多塊 我們跟你講的時候 62塊 67塊 65塊 62塊 然後他儲全息完之後是 52塊 56塊 55塊 都一路的追蹤 現在還權已經都70幾塊了 不可能叫你去追 所以我今天在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在價值期間 我又找到 這個新的一個題材 來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WD 一個WD完成 也算是一個WD啦 沒有很明確啦 這也是一個底部完成 跳空過去之後 跳空之後 在這邊強勢整理 這裡啊 左跳空 右跳空 等於這裡所有人賣掉的人 籌碼都被人家吃掉 當然也沒有大多量 爆量之後 沒有拉回休息 爆量之後強勢整理 我跟各位講喔 它有三個主要的產品 第一個 它現在有一個產品 是在已經經營了7年 跟高麗一樣叫做熱泵 熱泵 我下次有時間跟大家講它的原理 叫熱泵 這個是節能省電的神器啊 熱水 熱水的一個 這個叫加溫熱水最好用的一個產品 再來就是 它有代理日本的機器人 它還有這機器人就是那種微型機器人 這很適合做所有工業用 現在用的 這一些的 的這個應用 工業用的喔 不是人型機器人喔 再來它也 跟松下合作 代理幹細胞 培養設備 這個其實是很高端的東西 未來我覺得它的題材 都發現的話 這股價會很驚人 好好留意它現在股價還在強勢整理的一個佈局階段 那當然囉 每週二週四 封老師都會在YouTube上面直播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現場身邊的問 那我想這個時間點還是要先 呼籲大家好好注重自己的 家庭身體的安全喔 畢竟颱風天真的 這個才剛過去很多事情要好好處理 那大家把身體顧好 那這個週末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放鬆放鬆 下個禮拜我們再一起再戰 台北股市 今天的分享都到這邊 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掰掰 688 你將獲得第一手標股的資料 如果你還有任何操作商用程 歡迎資訊封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